欢迎收看无权的卡装教室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超详细的修容的画法 有修容跟没有修容还是看起来差很多 但很多人其实没有修容的概念的 就让我这个老司机带你来上上路吧 在开始前先介绍一下使用的工具 修容大概分为两块 鼻影和侧影两种 一般鼻影我会选用杖子源头的刷子 如果是新手的话 可以用重比较长又比较松散的毛的刷子 如果你想修比较有针对性的局部 可以用这种小一点的源头刷 刷毛密极限 更好确定位置 如果你想更精准的修容 也可以用这样的眼影刷代替哦 颜面的刷头 更好控制形状 侧影 我应该会选用比较扁眼大刷头 这里忍不住要夸叫自制的修容刷 真的太好用了 刷头大小 毛的松散程度刚刚好 但还有这种平扁红刷 这种形状也是很好刷修容的哦 再来就是颜色的选择 新手或者是想要看起来自然的修容 颜色一定要选这种饱和度 没有那么高的棕色 尽量不要选太偏红的棕色 否则很容易下手中 看起来会显脏哦 大家看 我手上两边这个颜色 就很适合亚众人的修容 当然 修容你也可以选中高体的修容 这种的好处就是立竿见影 不会像粉质的要刷好几遍 但是缺点就是 容易下手中 而且需要一定的熟练度 高体也是 尽量选中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黄棕 像这样偏深偏红的棕色 就比较适合化欧美妆 或是需要妆效比较浓烈的时候用 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教程吧 现在是画完眼妆和脱口红 没有任何修容的样子 这样子的脸 看起来没有生气 好像会显得很浮重 那就靠修容拯救吧 我先画一边脸 最后看看有修完的一边 跟没有修的区别 很多人修鼻影 就是画两条很重的阴影线 垂直平行的那种 然后中间再提亮 这样看起来鼻子顺然立体起来了 但是显得很假很假 然后很多人修侧影 学很多欧美博主 洗洗嘴巴来 画在最深的那个颧骨下方 然后颧骨以上全部打亮 其实我觉得 亚洲人不太适合这样子的画法 会显得颧骨更高更宽 整个脸就无限扩大了 这样其实是反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正确示范吧 先从眉头位置慢慢修下来 到鼻头的位置 整个包裹住 想让鼻子更挺 沼重修在眼角两侧的鼻梁 以及鼻头的位置 千万不要一整条鼻影是同样颜色 最好要有轻重之分 这样子的鼻影才会自然 而且不是修完了两边就完事了 还要将鼻影 向鼻栏两侧慢慢过渡下来 让重新一个斜面 鼻子才会更立体 鼻子底下 挤得也要修容哦 将修容粉 在眼窝处来回地扫 一方面是让眼睛更深邃 另一方面 也可以再阅览一下 刚才画完的眼影 眼尾处向上扫一点 可以让眼角上提 眼睛更有精神 如果你鼻子不算塌的话 想让鼻子看起来更翘 也可以修一下鼻球的位置 这样也是打破 两条平行的阴影线 让整个鼻子修容更自然 看鼻梁一边就修好了 当然 每个人的鼻型是不一样的 下面 我们来看看三个典型的鼻型 是如何修容的吧 首先是它鼻代表 如何不动手术 就可以让视觉上看起来 鼻子更立体呢 那就是着重修在 鼻梁上方两侧 和鼻头的位置 然后上下反复晕染 衔接自然 它的鼻头位置会有点宽 从鼻头两侧的阴影 向下方过渡 可以很好地把那个宽度压下去 鼻梁太矮 一定要着重修 眼角两侧的那个位置 接下来再用这侠高提亮 鼻梁上方 以及鼻头的位置 提亮眼头的位置 和鼻梁的侧边位置 同样也是让鼻梁 更挺的一个诀窍 看看这个区别 是不是很大呢 接下来是大鼻子的代表 它的鼻子不算太塌 所以主要解决 如何把这样子的鼻子 画得小而翘 用这样子扁平的刷子 能更好地修出形状 主要是将它比较宽大的鼻头 修得窄一些 所以着重修在鼻头的两侧 而鼻梁上方和中间 可以随意地带过 加深的鼻头两侧 也要用刷子 从鼻头两侧 向下很好地溜染开 如果你觉得你的鼻子太长了 在修鼻底的时候 适当往上修一点点 再鼻头横向刷一点 也可以让鼻头变小 用遮瑕钢提亮的话 鼻梁的范围一定要小而窄 然后在鼻梁两侧向上这一点点 其实也是在鼻梁的斜面上 这样视觉上 可能会让鼻梁没有那么宽 看看这个区别是不是很大呢 再来 就是短鼻的代表 这个其实跟太鼻的画法有点像 也是着重加深在鼻梁两侧 和鼻头的位置 但是这里注意的是 加深鼻头的时候 一定要朝着鼻头两侧斜下方修 千万不要修鼻底 上高光的时候 除了上在鼻梁上 还要上在鼻头上 并往鼻头下方延伸一点点 这样两个步骤 视觉上会让鼻子看起来没有那么短 好了又回到我的画面 如果你没啥人中 也是可以修一下人中的 注意不要太重哦 然后嘴唇下方也是要修 这样可以让嘴巴的高度 看起来更立体些 这样五官位置的修龙就修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修侧影 大概就是画在耳朵上方 连接嘴角的那个斜度 朝着这个方向修 准没错 从法际线向外晕染 由深至浅一个渐变的感觉 你看清扫了几下 脸瘦的感觉 是不是有一点点出来了 如果嫌不够多 可以多来几遍 注意不要一开始下手重 而是像这样子 少量多次的嗓 一定一定要晕染自然 修完了颧骨 接下来修下额骨 不单单是修在 整个下额骨的上方 而是包住整个下额骨 包括下额骨的下方 这样一个衔接才会自然 看到这里有些人会问 为什么不整个侧脸一块修 而是分颧骨跟下额骨呢 其实这就是跟人的骨相有关 分两个部分修 让侧脸更骨感 揪了这两个区域以后 整个脸的牵手感 立刻就出来了 侧影的第三个步骤 就是修额头 从法际线 慢慢向下修 如果你还要更牵手的效果 可以用更深一号的修容粉 再追加一遍 想让下巴更尖 记得也要像我这样子 在下巴两侧修一下哦 现在的人 年纪轻轻 法际线就靠后 这样也是会显脸大 如果你有时间 也修一下法际线 同样也是让脸看起来变小的诀窍 你可以用这种专门的法际线粉来画 直接叠加在法际线上 并预染自然 当然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选用这种深色的单色眼影 同样也可以当法际线粉来用哦 填充法际线 不单单是额头上的 也可以叠加一点在鬓角上 也是小脸的秘诀 大家看这样填充法际线 一来是让头发显得更茂盛 二来 脸会看起来小一圈 如果你有双下巴的困扰 记得在下巴以下 多扫上一点阴影粉 也是在视觉上有一点点效果 这样子修容就大概差不多了 当然 修容不单单是上阴影 还有提亮的步骤 一般 我会选中米黄色的修容膏 来做提亮色 提亮鼻梁的时候 千万不要提亮一整条 而是指提亮鼻梁和鼻头的位置 这样鼻子才不会显得很假 提亮眼下的三角区域 也是与鼻梁的侧方和脸的侧方 形成一个明暗的对比 眼头提亮 其实也是有那种强烈的明暗对比 鼻梁看起来更挺 提亮眉骨 可以让眼睛更有立体感 还有记得 提亮下巴和法令纹处 有时候 我还会用这下膏 提亮卧蚕 效果也是立翻尽影 然后把刚才提亮的地方 很好的用染开 耳里的刷好腮红 也是让脸变小的一个匿迹 一般是扫在脸的侧面和正面 的一个交界线上 等于一个中和交界线的作用 我是向斜下方扫的 记得也要向羞绒方向阴染 让羞绒跟腮红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同时 腮红的位置 也稍微抱一下苹果膝下方 脸影会看起来更小 这就是为什么 画腮红的时候 需要微笑起来 看 一边有羞绒 跟另一边没有羞绒 是不是区别真的很大呢 如果你还想让脸看起来更立体 更有光泽感 也可以上高光 主要是点在鼻梁 额头 层峰下巴 还有眼下的位置 全脸修好以后 脸看起来小一圈 不再是那样的浮肿了 学会很好的修容 除了让脸部更立体 也是更上进的一个关键